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3月14号星期五 就2015财政年度空军的预算举行听证会 委员会主席麦吉恩表示 总统递交的国防预算 难以使美军保持在空中和太空长期享有的优势 我们在空中 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正在减弱 我们的部队连满足日常要求的能力都受到约束 他们应对危机或冲突的能力更不用提了 五角大楼向国会递交的2015财年国防预算额的空军部分 是1093亿美元 比空军原本提出的预算额减少近70亿美元 根据这份预算报告 空军计划在新财年中裁员17000人 在未来5年内将大约500架军机退役 包括所有A10型雷霆攻击机和U-2高空侦察机 国防部空军部长詹姆斯 在回应国会议员们的优劣时说 由于国防经费紧缩 空军必须缩小人员和装备规模 同时添置性能更加优越的武器装备 总的来说我们决定缩减规模 以换取更强的军事能力 这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 缩减人员编制和部队机构 以维护备战能力并确保军事技术优势 空军计划添置更多更先进 但也更加昂贵的F-35型战斗机 取代A10型雷霆攻击机 并订购更多先进的RQ-4型全球鹰侦察机 代替U-2型高空侦察机 众议院军委会成员惠特曼 在听证会上说 中国空军正积极提升 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 威胁到美军应对武装冲突的能力 前进20公分 他质问空军参谋长威尔什 是否放心美军做好了准备 应对这种威胁 威尔什说他一点也不放心 在目前的备战状况下 我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 应对任何状况 眼下美国空军只有38%的作战中队 做好了准备 而我们的标准是 所有作战中队都应做好准备 根据国会通过和白宫签署的法律 联邦政府可能会从2016年起 恢复实施自动削减开支措施 军方警告说 再次实施自动削减措施 将严重减弱美军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山顿报道 联邦者李宝华山顶 任何华山顶